在前一阵子我们总是听到有很多小动物 因为人们一张张可笑的自拍而失去生命的故事 或许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怀着恶意 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尽自己一点微小的力量 让这个糟糕的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在前一阵子我们总是听到有很多小动物 在美国的俄河俄州 Alan和他的妻子早上去海边散步的时候 远远的就发现了一只搁浅的鲨鱼 夫妻俩赶紧跑过去看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第一反应当然不是 马上把小鲨鱼抓起来自拍 学过海洋生物学的Alan检查了一下小鲨鱼的情况之后 发现这只鲨鱼因为搁浅而缺氧 很有可能会因为窒息而死 感觉到鲨鱼还有一点点微弱的生命迹象 他赶紧把鲨鱼的头放到水里 让它能有一些新鲜的空气 而他的妻子则在一旁记录了Alan拯救小鲨鱼的全过程 不过在潜水区里面小鲨鱼的情况并没有豪转起来 于是Alan决定把它送到海里走到更深的地方 在更深的海域小鲨鱼有了足够的氧气和足够的空间来游动 在Alan的手里重新地活了过来 Alan松开了手放小鲨鱼回归到海里 Alan表示虽然救小鲨鱼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毕竟如果被鲨鱼咬上一口可是会被伤得不轻 但是如果能够帮助它活下来 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这个世界上或许还有很多人 为了自己的自拍而掐住动物的生命 但是也感谢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些愿意去帮助动物的人 也许力量微小但却好过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